自由 自由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所有人類的生活就是在追逐自由 所以我們為了自由才去指定一些標準 例如社會所需要的法律跟各種制度 例如說我們拿一個例子來講 今天你想要財富自由 所以你就會去創業 然後創業就指定一些公司的制度 來約束自己來約束其他 來約束這個體系 在這個底下去完 那就是 但是是為了自由而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覺得自由更重要 但是我認為 其實這個自由是建立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之上 比如說所有人的生命是 就是為了平等的尊重 如果說你否定這件事 你要主要自由更重要的話 難道你認為 大家可以隨便的去 把其他人都殺掉嗎 生命是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 大家可以把人家都殺掉 我認為在真正高智慧的社會 我們追求自由是不會想去把人家給殺害 我也不會想去践踏人家的尊嚴 我就是想要做自由的生活 所以你說的那種狀況 跟自由跟別的其實是不存在 因為我們在追求自由的時候 就並不會想把人家給殺害 反而是我們在 如果你以為說社會是要平等 然後你就會開始在那邊比較說 你怎麼比我更好一點 然後你怎麼搶了我的理由 你怎麼做了這些事情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 因為覺得我很不平等 我們focus在這件事情 你覺得我很不平等 然後你就真的想要殺人的這個念 但是你在追求的真正自由的時候 你是根本不會想要殺人的這種事情 可是其實真正高度智慧的文明 他們其實是很平等的 就像這個 就是人家佛法慈悲眾生 眾生平等的那種 對 但是他們就是更想要追求自由 我說的是說追求自由在線 平等的負擔 平等的高智慧的一種特性的那種 因為很自由又很智慧 所以我不會想要去侵占你的東西 你今天我會煮飯 你今天來我幫你煮飯 那也OK 我也不會就是跟你要求什麼東西 OK 你要 譬如說借這個場地 欸我們也借這個場地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是自由的 自由在線 然後平等才是 延伸出來一種特性 好 那如果今天假設我一個低等文明人 我就封鎖你們高等文明星球 然後就開始大大四十八 我就拿起了我的機關鋼 我就把一個人殺了三十個人 你的父母與朋友全部都被我殺掉 那你怎麼辦 對 因為你為他有自由在我身上 你就把你幹掉 對 那所以如果大家沒有自由的話 就會導致這個槍炮一斷 因為你就說啦 我幫你幹掉你也幫我幹掉 他就變成大家就是 比武嘛 那其實就變成一個 比武力的文明 對 所以 你要自由的話呢 那個文明就會變成一個 比武力的文明 可是現在第二場的人呢 大家並沒有那麼喜歡比武力 我剛剛問他們說 要不要每人發一把劍 然後拿個美工刀好了 羅馬競技生死鬥嘛 一人一把美工刀 來啊 生死鬥 打到有人認輸為止 他們都不敢打了對不對 就不敢拿美工刀打 所以顯然大家並沒有像你說 那麼惡愛自由 不然大家真的不愛自由的話 就應該接受這個武力文明 然後大互相砍殺 沒有 是因為如果在大家一個 你給大家一個平等的一個條例 去規範大家 大家才會想用武力去攻擊彼此 因為你跟剛剛說嘛 你給大家一個人工刀 然後大家平等 然後大家開始合鬥 這樣大家才會去殺彼此 你先給人家一個規則 你先讓大家說 我們都在這個規則下面 你的目標就是要殺彼此 我們大家都平等在追蹤這個規則 大家才會去殺 如果今天大家追求小孩 過自由的生活 大家就只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好 更自由 我們是不會想做這件事情 好 那譬如說你覺得自由很重要 假設說今天你的女朋友 別人看到他也喜歡長 他就直接去幹他 就非常的室友 那你覺得這樣的話 你能接受嗎 這看我女朋友喜不喜歡這樣的東西 如果他也喜歡 那那是他的自由 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他那個不喜歡 可是他就還是被人侵犯 那這樣就懂了 因為大家很自由啊 很自由想起來就沒有辦法避免 會受到各種侵犯 那你剛剛說受到各種侵犯 那你剛剛說受到各種侵犯的方式 就是你侵犯回去啊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一個打殺問題啊 對不對 沒有 是不是有人如果 妨害我的自由的話 我可能會打殺回去啊 我剛剛說我會打殺回去 那前提的是你啊 你來侵犯我的這個家園 我可以殺你啊 那其他人的話 我先看一下就是他的條件 然後再來是說你是來自一個低等問題 就像我可能會殺一張 我可能怕就打下去了 那如果他是一個講理的人 我可能就是跟他講講理 不代表我們會進入一個打殺的狀態 所以自由在先 那我們可以因為追求自由 追求整體自由的狀況下 我們制定一些條例 這是OK 不代表說自由 我覺得大家就是毫無規範 病 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說蟑螂 就是你就可以打殺他 就是說你覺得打殺是可以的 我這只是主例 OK 但是如果說蟑螂能侵犯了我的東西的話 他侵犯到我自己的話 我可能就會打殺 如果他不進去 我可能會先跟他抽中 對 那也許他就是想被我殺 因為他殺的時候 他就可以進入人為 進入更好的世界 我幫他超度一下 他是不是進到個人的個體 OK 所以就變成人了 這樣子 說不定 對 但是 但是所以你認為就是 那個 打殺這個行為不應該被禁止嗎 就像你剛剛的邏輯 你說有一個妨害理自由 你可以打殺那個人 對啊 因為沒有錯 你主張是自由最高價值 你確實應該打殺那些妨害理自由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所以你是笨紅打殺的嗎 所以你覺得打殺是可以的 為了捍衛自由可以打殺 我覺得這是有條件的 要再看看 打殺就是是不好 我沒有說打殺是可以的 我沒有說打殺是不好 至於他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條件 我們再評估一下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說要看條件的話 那每個人也都看條件 那總有人他會認為 在某個瞬間他覺得 這個條件出發到我的底線 所以我就要打殺 我就要幹掉這個髒檔 或是我就要幹掉這個人 對 那這樣的話怎麼辦 再來 你剛剛講那個超度髒檔 今天如果我是這個 這個什麼 釋迦牟尼侯再死 我講說那些地球人都是 我還幫他們超度一下好了 我就那個去那個 到川普旁邊 把他那個答案 我做到答案我拍下去 然後那邊是那個 誇誇落下來 地球人就全部被炸死了 然後呢我就唸個 其實佛佛佛 然後就超度了 所有人都知道西方極了 這樣不是非常好嗎 那種人自由邏輯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做這件事啊 我就可以用你的 那把他全炸死 然後超度一下 我覺得也是可以啊 但他只是因為沒有把握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福德力沒那麼高 他可能做這件事情 他自己有一些下提 卷 他沒有做完 所以你的假設也不存在 然後再來你說 如果我剛才就是 殺章馬到底 行不行 就是 我說 為了追求自由 的狀態下 就是為了追求整體的自由 我們找出一個 追求自由 一個最佳的方式 然後來制定一些法律 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永遠都是自由 有幸福的 所以你剛說這個 就是你可以接受 就是有人 用炸的把大家炸死 然後 為了要超度大 你還覺得這個是OK的 我再確認一次嗎 如果說他真的能夠保證 就是大家去到西方極了 去到更好的這個世界 就不定是可以接受的 好啊 那我們再做個民意調查 大家覺得呢 那如果今天 現在 因為把大家炸死 然後就保證到西方極了世界 那可以接受的人 接受 有那麼多啊 但是你看 還是有少數人 就是不能接受的嘛 對 還是有人不能接受 被炸死到西方極了 那你覺得 那些不能接受的 他的自由 沒有被侵犯嗎 那你今天強行用炸彈 把人炸死 送他去西方極了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侵犯 那個人的自由了 我沒有說不能侵犯別人自由 我沒有說不能侵犯別人自由 我是說 自由是最大的價值 但是有時候呢 你會不小心侵犯到別人自由 或說 他自由的認知有偏差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需要跟他溝通一下 我沒有說 自由是完全不能被侵犯的 OK 那再來跟你說 這個民意的這個調查 到底大家就是炸死了 有沒有OK 我覺得這已經有點偏提 但是 就算那些人不同意的話 這可能是因為 他沒有觀看這整個過程 也許他就是觀看這整個過程 他如果先 看到說 因為他以後會跟我走 他說 我希望你覺得都更 然後沒有看到這個 建築的概念 他不會突然倒閉 但他真的進去 住進去之後 新的房子他就會倒閉 所以這也很難講 那個民意調查是無效的 或者是無效的 但是 這個民意調查是無效的 所以你認為自由是每個人都有自由 還是只有少數人才有自由 每個人都有自由 那既然是每個人都有自由的話 其實這樣不就表示大家是平等的嗎 因為這個東西每個人都有吧 對不對 每個人的自由 但他對於他自由的追求是不一樣 他可以只有自己的追求 所以 並不代表說每個人都有這個 這種特性的代表就是平等 這個不是這樣 平等是說 我們共同遵守同一套這標準 不是說 我們都有身體 所以我們是平等 這樣平等就是沒有什麼利益嗎 那不然你就說 我們都是要活在地球上 這樣是平等的 你去問那個 就是那些所有人 他接不接受這樣的概念 說我們都是地球人 你會覺得說 這樣是平等 但是平等沒什麼意義 OK 也不是值得我們追求 你會追求說 我們就是要活在地球上 你就已經活在地球上 這沒什麼好追求 OK 所以我們在論述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追求的平等永遠是 自由永遠是優先於平等 那你有些特性當然是每個人都有的 那不代表平等的這個意義 那不是平等的精神 我覺得確實每個人都很平等 所以這個平等 就是我主張的那個基石 每個人都有身體 包括說每個人都有生命 每個人都有意志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平等 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這個是基礎 就基於每個人都很平等 能夠有意志的情況下 我們再來保證這個意志 可以自由的行使 那你要先想想看你意志什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你的意志是什麼 就是因為呢 來自於一個大意識 然後你先有一個這樣的意念 就是起心動念 先在宇宙這個 就是某個地方 你寫了一個念頭 寫個念頭就是說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體驗的那種 所以才是產生這個時間 所以你所謂的那個基石 其實是來自於某一個 起心動念 他想要自由的意念頭產生 如果你要非常認真的話 就更荒謬了啊 比如說今天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因為我們有約在這裡 或者說是有一些原因 是我們在這裡 那這個原因就可以再去回歸嘛 就是說那為什麼沒有這件事情 那件事情建有某些原因 或者說比如說今天你是一個餐廳 你點了菜 所以人家廚師把菜送上來 所以廚師把菜送上來的行為 是由於你點了菜 所以其實所有人都不是自由的 因為所有人都是在回應 那個過去發生的事件的那個因 然後呢 去現在產生的一些結果 所以其實根本自由根本不存在啊 其實大家都嘛是就是發生 就是因果鏈的這個推移上發生的事情 而這就是平等的 因為大家都會匡在一個英國鏈中 沒有自由 但是大家很平等 那我問你一件事 同樣的一個原因 同樣一個條件發生在你身上 你就會做同樣的決定嗎 今天我給你一瓶可樂 你就會喝下去嗎 今天我給你吃一個漢堡 你會喝下去嗎 你就會吃下去嗎 今天我給你吃一個漢堡 你就會覺得好吃嗎 你每次吃都會 都感覺一樣嘛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要說因為大家都被匡在這個 就是英國鏈上的 同樣的原因 你會不會只能同樣的結果 每次都不一樣 那很難說 你剛剛講的同樣的原因 其實它沒有完全同樣 因為原因是很多重組長的 比如說今天的溫度濕度啊 然後那個就是風速啊 然後包括這個 我左邊的是男生 右邊的是女生 所以原因非常的多嘛 這些這麼多人加在一起 其實每一次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可以完全肯定我在 相同原因才會做相同的決定 只是沒有相同的原因 發生兩次而已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原因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變數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那個議員 他渴望的滋潤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的亂數 所以你不能說就是 應該說你不能說同樣的 同樣條件可以產生同樣的結果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認證說 這兩個條件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你這個論證是完全無效的 就是說你不能說 就是你不能論證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事情 你要怎麼論證說 這兩個條件是完全一樣的 要從頭的檢驗 根本不從前面試 所以你這個論證也是完全無效的 我沒有要論證兩個同樣的條件這件事情 其實我的重點就是說 大家做的所有決策 也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一些環境的條件 過往的因素 導致大家現在做錯這個決定 所以從來沒有自由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根據原因做決定 但是大家是平等的 因為大家就是都 這個在這個因果的眼中 地位相同 用有一些共同的這個 比如說身體啊 活在地球上之類的 但是大家都有類似的條件 但是各地的大家是平等的 OK 那你說就是因為有 同樣的就是有一些原因會觸發你 但是你有這些原因 你不會做出同樣的結果 那至少我們在就是說你的感受上 你個人的感受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我每次每刻都是自由 就算給我同樣的條件 我也會做出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決定 所以在個人感受上 我是完全自由的 然後就是 我就是 如果說你要 我是追求哪個 我一定是追求平等 我一定是追求自由 我不是追求平等 平等是因為我追求自由 而延伸出來的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先定義一下 你所謂的自由 怎樣叫做自由 就是過我想過的生活 你說過你想過的生活就是自由 對 那你想過的生活是哪一種 這是怎麼決定的 我現在想過的生活是一種 我明天想過的生活 可能不是別種 而是有過的自由 就是追求平等的 就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有人可能他想要這個 吃這個牛排 那他那種想吃牛排 我本來可能是他以前小時候吃過 覺得很好吃 對 那這就是一種原因 他有體驗過那個美好的 你很想要再體驗一次 對吧 那這樣的話 就是你覺得這個算是自由嗎 因為他其實是被那個 體驗過的體驗 瑕疵了 他被他的慾望瑕疵了 他其實是慾望的奴隸 所以是那個想吃牛排的靈才是自由 人不是自由 我就算知道我被嚇吃 我還是可以去享受這個牛排 我就算知道說 欸我有 我每天都會喝 我每天都有這個慾望 但是我還是可以選擇 我享受在這個牛排當中 就是我的自由 所以其實自由根本不重要 快樂比較重要 照你的邏輯 只要能夠享受 只要每天過得開心的話 其實不需要自由嗎 快樂是建立在我的自由上面 如果同樣是一份牛排 你先逼我吃下去 我就正面就不快樂 OK 就一定是先有自由才有快樂 不是啦 我剛才已經講的是 吃牛排的那個慾望之力 逼你吃下去 我跟你說的 只要吃得爽就沒關係 吃得爽就沒關係 沒有 我是說 在有自由的前提下 我就會覺得你比較快樂 但是 我的快樂是伴隨著我的自由 可是我的意思說 你的快樂其實不需要自由 因為你只要那個 就是開心就好 但是開心 並不需要自由才過得開心 就是說其實 雖然你是不自由的 因為你是 比如說看到某個牛排廣告 你才想吃牛排 其實這牛排廣告 促使了你吃牛排 所以你沒有那麼自由 可是你吃得很爽 你覺得自己過得很好啊 那這樣的開心 其實就是不自由的狀況下 就能擁有的開心 所以自由根本不重要 它不是什麼最高的價值 你開心才過得到嗎 沒有 你不能否認我的自由 你不能把我的自由 說成自由 我今天就是看這個牛排 然後我自由的 覺得我很想吃這個牛排 那我就很自由的吃了 所以我感到很開心 那你不能把我這個東西 就是說成這個整個自由 我就是很自由的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今天 看了那個牛排廣告 想吃牛排 這個事情是必然的嗎 不一定啊 但如果不一定的話呢 年紀就是說 你看了牛排廣告的當下 然後你想吃牛排 這個想吃呢 其實只是一種 就是神經抽去一下 這樣子 真的 也不是這樣 就是說 我自己可以決定自己想吃什麼 然後今天我之所以喜歡的牛排 是因為我 覺得我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想吃牛排 難道不是考慮了你今天的場位狀況 比如說假如現在是 生病住院 躺在病床裡 只能夠想吃牛排 那如果你生病住院 躺在病床裡 就不能夠想吃牛排的話 那你不就被那種環境考驗 卸出了嗎 對 所以當我自由被卸卸出貨 我就不太開心了 你說當你自由被卸出貨 你就不太開心了 對 可是就是 那這樣的話呢 自由的價錢 根本是一個無法被搞到的價值 因為 因為天災 你沒辦法控制 那天災發生的時候 你也自由就收起來 那你就不爽了 但是天災發生的時候 人人可是平等啊 今天發生一個大地震的時候 所有人都被震啊對不對 所以平等才是宇宙最基礎的價值 自由的是 應該時間少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論證完了 就是說呢 宇宙之中的天災是平等的 然後自由其實就沒有被誇張 你應該的手指比現在 因為這個就是我的不得 好我也講 好 謝謝